嗨,大家好,我是CLEC的播报员 轻松过日子,寻回自我心灵之一 生活本应是慢动作的 但现今的人们却以两倍速快转的方式过日子 股票市场也是如此 从长期来看,市场是以缓慢的节奏变动 但若每天紧盯盘面 我们就像以两倍、三倍速度再过日子 感觉市场迅速上涨,迅速下跌 好像错过了盘面就会损失很多 市场上涨时,担心追不上 市场下跌时,感到沮丧 人生完全受外界的控制变得失去了自我 变成了行尸走肉 然而,只要我们寻回自我,就能够好好过日子 那么什么是我,我存在于何处 若不知道我的所在,就无法找到自我 反而会迷失自己 庄子的奇物论提到,我们拥有五官 那么我们的五官和感知是代表我的存在吗 如果是,那么五官,耳朵,鼻子,眼睛,四肢中谁才是主角呢 若我们的五官只是看到,听到,感觉到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我 那么我存在于何处呢 或许我存在于大脑中 但又是存在于脑中的哪个部位 或者根本不是存在于脑中 那么我到底存在于何处呢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包括五官,内脏和大脑 只是工具而已,就像其他器官一样 我们的四肢受到神经传导的控制 神经讯号来自于大脑 而大脑则受到所谓的潜意识的影响 潜意识是我们无形存在的一部分 也就是真正的我 大脑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 就像五官和内脏一样 我们的潜意识的我控制着大脑 进而控制整个身体的运作 如果潜意识无法控制我们的大脑 那我们就像漂浮在人世间的浮云般飘大 现代人很容易失去自我 因为我们放弃了主动掌控自己的思维 让外界的资讯透过我们的五官操控我们的大脑 我们接收了太多纷乱的资讯和杂讯 这使我们的潜意识疲劳不堪 能量不断消耗 结果是我们的潜意识间接地被控制 完全丧失了自我 这种运作方向是错误的 为了掌控自我 我们需要从潜意识出发 首先控制我们接收哪些资讯 拒绝那些我们不希望接受的 我们应该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然后我们可以运用潜意识来培养正向思维 想象海滩美丽的风景快乐的未来人生 用正面的思绪控制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思绪和大脑都是可以由我们决定的 不要让外界资讯来操控它们 当我们能够利用潜意识的力量来控制大脑的运作后 才能决定眼睛和耳朵接收什么资讯 我们应该成为身体的主人 而不是让外界来控制我们的身体 进而决定我们大脑的运作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James感谢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